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 健康好朋友林冠 想到健康 天氣一冷 有一些人就感冒 就胃痛 就膽怠污痛 還有一些人 天氣冷 尤其沒有陽光的時候 容易憂鬱 心情不好 到底天氣一冷 身體容易鬧出哪一些毛病 那怎麼樣健康生活來調養呢 待會兒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我們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 醫生好朋友 劉博文醫生 大家好 再次嘉義科的醫生好朋友 陳新梅醫生 大家好 再次中醫師的醫生好朋友 蕭晴穎醫生 大家好 再次復健科的醫生好朋友 侯中堡醫生 各位觀眾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阿方老師 大家好 再來也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李哲松師傅 大家好 先問一下劉醫師 天氣一冷 各種身體的毛病容易多 第一個常常看到 跟發生的就是感冒 像我身邊 很多工作人員跟朋友 最近都感冒了 對 沒錯 其實我們講感冒 好像大家都很常聽到 還有流行性感冒 甚至還有人講 腸胃性感冒 我在講這東西 我先跟你們分享一個案例 我們知道現在都是 大家說要打流感疫苗 預防這個流感的發生 我們去年有案例是這樣的 那個爸爸來 其實來就一看就是發高燒 那39度 而且他全肌肉痠痛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很快給他做快篩 快篩之後 出來 報告出來 就是A型流感 好 那當然A型流感之後 發生之後 我們會建議他用一些 抗病毒的藥 好 OK 他的願意 然後他問我們一句話說 那醫生 我們這樣小孩子小小的 需不需要打一些流感疫苗 我看他沒什麼問題 活不亂跳 其實可以考慮打 其實因為流感疫苗來講 不是光大人 小朋友或是年紀大都適合 那當然常常說 流醫生 那你開一個廚房 我們幫他打 好 我會打 打完回去之後 隔天來了 然後爸爸就有點口氣 有點激動 由於是我小孩昨天好好的 打完流感疫苗回家 晚上開始拉肚子 然後今天開始發燒 你們是不是打疫苗有問題 我曾經聽過別人打流感疫苗 什麼中風 又什麼 大家神經衰落 他把網路全部找出來 我說你不要激動 我們先幫你做檢查 但因為小朋友 後來因為電解質不平衡 因為他拉度非常嚴重 我們會診小兒科 小兒科說要不然先收住院好了 然後這個腸胃炎 反正蠻嚴重的 後來經過住院 大概一兩天 報告出來 輪狀病毒感染 有時候在幼稚園 在學校 很容易傳染的一種病毒 OK 那輪狀病毒感染的時候 他一般潛呼吸兩到三天 換了說 他昨天我來幫他打流感疫苗的 前一天兩天 已經感染輪狀病毒了 那當然 後來爸爸後來過兩天 跑到門診來跟我講 呂醫師 不好意思 那天搞錯了 就說 他突然就很謙虛 我說對啦 這我沒關係 他突然講一句話 你們壓力很大 我說廢話 當然壓力很大 有時候我們壓力是很大 那也會被病房誤解 我這邊強了一個觀念 什麼叫感冒 感冒就是說 一般我們一些病毒 什麼鼻病毒 他感染到鼻腔 後面叫鼻菸 所以我們叫做 這個鼻菸發炎 或者是這種病毒性的鼻菸炎 這叫感冒 當然感染到流性性感冒 A流 B流 這叫流性性感冒不太一樣 感冒來講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叫腸胃性感冒 一般來講 我們有些病毒 他譬如我們講 什麼腺病毒 什麼一些輪狀病毒 甚至是落羅病毒 他會影響到我們腸胃 造成腹瀉嘔吐 醫生為了告訴你說 這個是一種病毒感染 他就把它說 叫腸胃性感冒 事實上 在教育上面叫腸胃性感冒 我們就是腸胃炎 那叫病毒感染 那基本上來講 其實各種感染 就是要去區分 可能是哪一種病毒 哪一種細菌 因為病毒來講 我們用抗病毒的藥 唯一目前來講 我們在用抗病毒藥 只有在流行性感冒 用抗病毒藥 其他的一般病毒感染 幾乎都是保守治療 就疏癒療法 那另外來講 如果是細菌感染的話 一定有抗生素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在抽絲剝繭 一個感染 其實有很多種疾病的發生 所以有時候 你要耐心聽醫生的解釋 去判斷哪一種感染 那問一下新美醫生 天氣冷 還有一種人 就容易不舒服 其中 尤其是腸胃有毛病 胃痛的案例也很多 對 我先呼籲一下 剛剛劉醫師提到 就是其實 我們可以當個聰明的一般人 去預防每一個時期的 這個不同的流行病症 確實在對於腸胃道來講 我們先講到感染的部分 你會發現很有趣 有些統計過 在夏天的時候 出現腸胃道的症狀 通常被感染的是 細菌跟那個寄生蟲 在冬天被感染的 通常都是病毒 比如說剛剛提到 弩柔病毒或倫狀病毒 因為夏天的時候 尤其以台灣來講 比較潮溼 比較熱 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食物比較容易腐壞 所以這時候你吃進去 就比較容易產生 我們所謂細菌 或寄生蟲感染造成的問題 在夏天的時候 我們最主要做的事情 是食物一定要確保 它的新鮮度 或者是拔住手 冬天反而不一樣 冬天其實因為 怒羅病毒跟倫狀病毒 是屬於一個群聚感染的概念 所以你到了這個季節 也就要特別去留意 新聞最近有沒有這樣的流行 你的小朋友的幼兒園 有沒有這樣的流行 有的話你就要做好 所謂的接觸預防性的 這個一個保護的動作 那確實 你知道其實真的有研究 在研究說 夏天每一個季節 盛行的疾病不同 冬天其實很多的疾病 都會產生 剛剛提到的胃痛 我記得我印象中 有一個50幾歲的男生 他每年只要到了秋冬季的時候 他一定都會告訴我 自己自首說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大家一致吃 那個那種致酸劑 因為長久吃對身體不一定是好事 所以我都一直餵照他 但是他每一年到秋冬季 都跟我自首 跟我說不好意思 我最近又連續吃這個自酸劑 因為我胃又開始胃痛或胃潰瘍 他就問我說到底該怎麼辦 我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確實我好幾個病人 在冬天這個季節 他的這個胃痛犯的毛病 好像都會上升 我就去看 還真的有這個研究 他說發現說 在當天氣冷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天氣冷會讓我們自律神經 比較容易失調 所以你很容易會產生 比較容易緊張 正腎上腺素會上升 而你要知道自律神經失調的時候 正腎上腺素上升 會容易產生我們胃黏膜的 黏液保護層下降 所以你比較容易會產生胃潰 第二件事情是 我們冬天比較容易感冒 在感冒的時候 我們很多人會吃很多的藥 其中有一些藥 是屬於這個止痛劑 這種止痛劑 它也會造成胃黏膜的 這個保護層下降 所以雙重因子 就很容易讓一些人 它在這個冬天的時候胃潰瘍產生 胃食道逆流變得比較明顯 怎麼去預防 你就從根本的這兩個理由做起 第一件事情 冬天就千萬讓你的緊張情緒下降 盡量紓壓 不要讓自己壓力這麼大 第二個其實是調整免疫力 我們免疫力好了 你沒有感冒了 就不會吃一些醫院開的止痛藥 這時候你就相對下 年末就比較不容易受損 就比較不容易讓胃潰瘍 找上門 那問一下肖醫師 天氣一冷 還有一些人心情就容易不好 尤其像台北市如果又濕又冷 又沒有陽光的時候 很多老人家跟上班族的心情 都會受到影響 對啊 這樣現在最近天氣如果變得不好 大家都感覺到好像心情都沉沉的這樣 那我分享我一個病例 就是他大概是35歲的一個 就是產後媽媽 然後他來看診的時候 他是他住大概是台北西子那邊 就是比較潮溼比較私人的環境 他是特地來台中給我看診 那他來看的時候他就跟我講說 他覺得好像生完小孩這三年 每年一進到大概每年十月之後 他覺得天氣開始變涼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心情很鬱悶 而且他有出現一些症狀 就是他覺得好像身體就提不起勁 而且晚上睡怎麼都睡不飽 覺得好像身體很沉重 像鐵塊一樣 覺得好像就也不太想要面對 就是自己的同事啊 就是不太想要社交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來看的時候 我覺得他臉色就蠻蒼白的 而且摸他四肢都涼涼的這樣 那我們把脈的時候看到他的脈啊 其實我們我們終於說那脈很沉 我們終於有一句話叫 哨音病淡愚昧 就哨音病的意思就是我們終於說 比較身體很深層的羊 就是溫度的意思溫度比較不足的時候 淡愚昧的翻成百花紋就是很想睡覺 那時候我就給他開了一些很溫熱的藥給他吃 其實通常這樣看起來 我們診斷他是類似就是冬季的憂鬱症 其實在西醫來說 也有一個叫做季節性的情緒失調 那通常這樣的情況下 他其實是跟陽光有很大的關係 那在那個北歐加拿大的時候 其實這個疾病是蠻就是 蠻容易在冬天發作的 所以你知道在北歐國家 他們會賣一個像是燈的東西 讓你在家裡自己曬太陽 對 那今天像我們阿芳老師就要分享一個 這個健康好料理 對 剛剛講這個天氣冷 有的時候料理也會讓人開心一點 對 然後媽媽可以用適度是對的食材 然後讓我們達到了有食療的一個概念 所以如果說像這個季節很多人感冒 沖冬就是 薑也開始好吃 我今天要用來做一個 在家裡面大家應該會喜歡的豆腐盒子 然後我因為要煮 我先把它直接下鍋去煮 然後我再回頭來教大家 怎麼做 對 那我選的是這種四方形的 這個油豆腐 油豆腐把它對切 所以這樣子媽媽你就可以不用費一個功夫說 我還要再蒸過 放在盤子去蒸 對 我就可以直接一鍋煮到底 我覺得四方形真的比三角形好 對 它剛好就是一個四方體嘛 而且四平八穩的媽媽你可以切得穩穩的 然後也不需要太複雜 我現在直接水放進來 從冷水起煮 煮水的同時 它好像煮豆腐高湯 然後也可以同時把我們的肉餡把它蒸熟 對 好 然後現在就可以直接 所以我們的水大概是豆腐的一半左右 半腰高就可以了 對 好 然後我們首先要來打這個肉餡的部分 好 我們要來分享這個餡料 然後你要它比較有黏性 你可以把它用刀子稍微再剁一剁 那個質感的話很容易就會出筋 那我在這裡面調味的部分 我放一點點的魚露 好 我們肉餡加魚露 對 放一點點的胡椒粉 好 所以今天是雙鮮嘛 對 海鮮跟肉鮮 肉鮮 對 都各自有風味 然後少少量的一個這個 香油 好 香油 還有一點點的酒 先把它調味調在肉餡裡面 我先問個蠢問題 為什麼不是把它們兩個加在一起 才放調味料 因為蝦子本身已經有鹹味了 那肉它是甜的 可是它沒有鹹味 所以我是把調味料先給肉吸一吸 這樣子你的蝦仁才不會太鹹 然後豬肉才不會沒有味道 然後現在蝦子其實我們很容易取得 尤其我們養殖的蝦子白蝦 你把它殼頭剝一剝 然後把那個長泥滴一滴 然後大概十來之左右 砧板把它拍一拍 你就可以得到一碗很金貴的蝦泥 對 然後來可以看到 而且沒有料理機打的話 其實留一點蝦子的口感也會不錯 拍完之後把它刀子大剝 剝剝幾下就好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 因為有蝦子的蛋白質 然後肉也剝過 你可以看到我基本上不需要加什麼澱粉 它就已經 你可以看到黏性就出來了 然後你可以微微的一點點量 微微一點點 這是什麼粉 太白粉 微微一滴就好 一定要太白粉嗎 對 這個是要幫助什麼 等會我們要讓它 可以黏著在豆腐上面 那這個 對 不然會上面變成掉了一塊丸子 對 對 對 好 然後這樣子餡基本上就完成了 在家庭裡面其實並不算難 然後這一個豆腐 通常我們就是攔腰切開 然後切開之後 媽媽你找一個 在家裡面你比較好操作的一個湯匙 小湯匙 對 你不要那個豆腐材這麼大 然後你拿來一個特大號的湯匙 然後你就會把它弄傷 然後再來 掐開個豆腐口 先抹粉 就一點點 我們剛剛裡面的餡料下粉的原因 就是等會要讓它找到銅板 對 對 要黏在一起 就有阿門陀要找到阿門陀陀陀 就像媽媽有時候你說像蔬菜 然後你要掛粉漿 如果你說只有蔬菜去直接拖在粉漿裡面 就掛不住 可是你如果把那個粉漿原始 還沒有調的粉 把它拿一點點 給菜好像海爽生粉一樣 然後完你再去拖粉漿 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可以幫你牢牢的吃住 好 所以工序的差異真的是細節的差異 對 然後就像這樣子 就可以媽媽在家裡面 其實比你想像 那這個我示範這個用意何在 因為冬天吃鍋的機會很多 這個清火鍋也很棒 對 然後你看看 如果像剛剛我這樣子排一盤做好了 然後吃火鍋的時候邊下 也非常好 你說你家的火鍋 是不是吃得比餐廳好 你不用吃那麼多 很多調味料的這個 我們說火鍋餃 然後剛好現在這樣子一晃 時間就剛剛好 他們差不多要成熟了 對 你會看到很方便 就是你可以像火鍋一樣 像餃子一樣 只是我們今天因為用方的 漂亮漂亮 對 就很方便 然後一件一件 它這樣在裡面咕咕滾 然後咕咕滾 我就要開始在這裡面 我們放一點香菇 對 鮮香菇 老師我問你 如果我一次做一大批 沒有烹調的把它做完之後 放冷凍再拿來吃可以嗎 我的建議就是先 因為畢竟是生肉 然後我們現在生肉去打的 它有筋性 那你如果再把它冷凍過的話 它的那個筋性它就會裂解 對 那所以我會建議你 就是像我現在這樣把它蒸熟 就是水煮煮熟把它取出來 那你可以放到湯裡面 隨時想吃就跟 有一個高湯 餛飩湯之類 你不用煮就直接投下去就好了 所以假設你做一批 你也可以當場吃一批 然後蒸熟一批 對 那蒸熟的有點像熟食一樣 再讓它冷藏去保存 對 然後我現在在煮二度湯了 因為為什麼 它已經熟了 定型了 我不怕它掉 不怕它散了 我就可以開始加湯 這有學問 對 剛剛像蒸架一樣對不對 然後現在就加湯鍋加下來 然後我今天要讓它的濃湯 不是勾芡 而是用我們很多的料 那其中我用的就是 會有滑質的鮮香菇 就覺得平塞塞的 那塞塞的話它就吃藥 它也有效 後來到第二月的時候 它鼻塞 尤其一邊鼻塞 越來越嚴重 可是我們就那一瞬間 一距離看的時候 看到鼻箱伸部的地方 有一個腫瘤 總一把它切變出來 結果後來結果是有惡性的一棒 它覺得感到惡化了 一問之下它就覺得 它這個禮拜胸口 就開始覺得緊緊的 悶悶的 現在不對 我就先做一張心電圖 一做之後 這圖顯示的是一個 心臟缺邪的表現 鮮味 然後口感的東西都有了 唯獨擦的就是什麼 就是香味的東西 我今天香味的東西不用 我們就用家裡面做菜的香油 好 香油 對 因為這最後提香 然後這季節 我們很大量的薑絲 我用了大概有半碗左右的薑絲 香油沒有黑麻油那麼的燥 對 可是它也會有一點麻油香 對 然後我現在把薑絲放下來炒 對 然後放一點點的鹽 才剛炒就要放鹽了 對 我讓鹽是吃在薑絲 這整鍋的調味 是吃在我的薑絲裡面 就會讓有榨菜絲的質感 理解了 就是它口感跟纖維感 會類似榨菜 榨菜 對 然後微鹹 對 那個基本上是加一點鹽 你剛剛還把剩下的香油 香油下來 因為我整鍋裡面 事實上是沒有任何的油脂 而且是清水去煮的 對 好 然後煮到現在香味 薑的香味已經十足了 換工具 換筷子 把大碗的 好大一碗 我們媽媽有時候感冒 你想說要給孩子喝蔥白湯 對 小孩 沒有味道 你可以改變一個方式 就這樣子炒蔥薑 對 好妙喔 所以大碗的蔥 讓它沾了香油 跟一點鹹度跟風味 對 然後不要再炒過頭 基本上所有的蔥花 只要哈到鍋子的熱氣 我火關了 就直接現在這樣子在等著 然後來 我們的粉絲 好 放進來 然後我撿過 我泡冷水 粉絲自己斟酌嘛 對 但是我是要讓它把所有的湯 中中吃掉 對 就是要吃掉 它會滑滑細細的 喔 所以有一點湯菜湯菜 對 然後現在煮香菇水的味道 已經也出來了 粉絲開始軟了 媽媽 如果你要原鍋上的話 也沒有什麼問題 你就直接像這樣子把它擺開 然後開始把你的粉絲 再軟了之後 你就可以讓它四處跑 跑到微邊 對 缺油 缺鹹味 就是天氣變冷 心情變差 但是聞到這麼香的食物 會改善心情 會 真的會 對 所以我現在覺得精神科醫師的診所 可以開在罩咖邊 而且你會看到很棒的一個質感 然後顏色的香氣的料理 輕鬆的放過來完成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先加是我最喜歡的 配油豆腐 然後有一些蔥薑蒜 其實它爆一些這個香油麻油 覺得吃起來很暖和 所以這個可能不能吃太多 真的會一口又一個 潛藏則止就好 整個吃起來都暖起來 實在是冬天很舒服這樣子 那其實大家會覺得 我們是復健科 大家會覺得冬天好像有些痠痛都跑出來 那其實理論跟剛才那個新梅醫師解釋的 解釋的有點像 比如說我們本來身體疼痛的這個值在這裡 那我們平常活動量在這裡 那冬天會有一些交感神經的問題 交感神經就會比較興奮或比較 這個抑制 所以這疼痛抑制會改變 你本來活動量在這邊 它身體疼痛抑制會降到這裡 所以你本來活動量就會痛 所以就是為什麼冬天會比較容易痠痛 像我有一些病人 就大概我一個病人大概50歲 他平常喜歡打一些高爾夫 打高爾夫其實長期 他們都打10幾年 那都會有些救傷 那救傷就是在膝蓋 他膝蓋就是左膝有點扭傷 那本來就還好最近天氣比較冷 他膝蓋就突然很痠痛 然後他發現他腫起來 腫起來那就來看我的門診 哇 這個很腫 這其實就是我們醫學上常見的 叫膝關節積水 那常見原因很多 像他是常打球 就是這個曾經有運動受傷過 或是曾經有扔帶扭傷過 軟骨受傷 或是有一些患者 是長期的脫下心關節 在冬天很容易整個膝蓋 這個腫起來 或是有些尿酸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 我們其實就是用超音波導引 看他裡面的脊髮 這個黑黑的 就是我們用超音波的塗 那我們就用針把它戳進去 把裡面的水抽出來 然後再打一些治療的藥劑 譬如說有些患者 就是打一些玻尿酸 進去潤滑消炎 甚至有些患者打血小板 就是打進膝蓋裡面 那他們會有一些症狀 但大部分表示 除了很腫之外 有些人是 他說他不能蹲 或是他這個久站 就是會覺得很腫這樣 那其實有很多人很疑惑 他說為什麼我平常 不會積水 為什麼我痠痛的時候就會積水 其實身體 這個膝蓋裡面本來就有水 它充斥在這個 我們空白的空間 所以它是流來流去的 那等到天氣變冷的時候 它就是會產生過多的水 所以它本來這樣 它就腫起來了 所以我們超音波下 就會看到有很多水 那我們的方法就是說 用根針把它抽出來 再打一些治療性藥劑 然後請他做一些復健 那其實這些患者的症狀 都可以大大改善這樣子 那問一下這個劉醫師 還有一些人天氣冷 就容易鼻子過敏或鼻塞 其實天氣冷鼻塞 倒是常見的事情 我們常講天氣冷 因為你溫度濕度變化 這是天津地 很多那是問題 我偶爾會碰到一些地人 我講一個 我大概將近十年前的案例 那是一個臺灣蠻有名的 一個藝術家 他去北歐參展 他後來在北歐到丹麥 那個地方的時候 有一天他就覺得鼻子塞塞的 那塞塞的話 他還是吃藥 剛才有效 後來到第二月的時候 他鼻塞 而且一邊鼻塞 就是右邊 越來越嚴重 他說一定是鼻翡肉 後來直到有一天 後來就蹭鼻子有點血濕 那趕快衝衝 他就因為有點嚴重 而且流出來味道怪怪的 然後他就跟他的一些經濟人講說 他要先為臺灣治療 然後他說OK 他趕快回來臺灣 那當然我們覺得說 一般看的時候 就是一個可能過敏性鼻炎 可是我們用內視鏡 一距離看的時候 看到鼻腔深部的地方 有一個有個腫瘤 那腫瘤看起來 那個地方 那個腫瘤看起來 我們看久了 就是雖然臉巴沒出來 也覺得是不好的 我們一把他切片出來 結果後來 結果是有惡性臨巴癌 那臨巴癌我們做CT斷層的時候 看到那個腫瘤是往上 吃到那個骨板的地方 就腦部的骨板 往上快破的感覺 我就跟他說 還好你趕快回來 你如果在北方那樣出事情的話 不得了 那個腦瘤也上去 那可能 我看你坐飛機回來來不及 後來我們在會診 你學一種的科 放著種的科 給他做化妝療 後來種的運氣不錯 消得蠻好的 後來呼吸就順暢了 到目前為止非常好 那其實基本上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其實一邊的鼻腮 原因太多了 單純良性鼻腮 有什麼鼻腫彎曲 腫瘤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小朋友呢 有時候怕異物 小朋友很厲害 塞什麼紅豆綠豆什麼 你不知道的 彎曲的什麼塑膠片塞進去 他也不會講 那直到有一天 媽媽會看到說 怎麼鼻腮蓄濃 我們也看過這種案例 結果後來媽媽說 怎麼一邊鼻子都流濃 塞塞的怪怪 以為是鼻豆 你看裡面 媽媽那個針露項鍊 媽媽那小朋友 把針露下來撿換 一顆針露放進去 後來我們想辦法 對... 然後媽媽說 這麼小才知道 這顆針露來看 然後我就講 好像什麼塞住 結果它的左邊 聽力大概20分貝是OK的 右邊80分貝 那叫做突發性而弄 支配到內耳的血管塞住了 其實冬天比較容易繞疹 肩頸會容易痠痛 他說他吃了止痛藥 那吃了大概一個禮拜 完全沒有改善 其實在我們眼中看起來 就已經不是單純繞疹 對 他其實有一些骨骼退化的問題 我聽大家說一邊的鼻子塞 有時候還要請醫師判斷一下 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問一下金美醫生 還有一些老人家 天氣冷心血管也要特別小心 有一個研究發現說 當溫度下降一度 心肌梗塞的風險上升2% 也就是說天氣冷本身 對心血管疾病確實就是有風險 但我要提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高血壓慢性病 造成可能會有心肌梗塞 或是心臟問題的人 要更小心一件事情 就是感冒 我記得有一年的冬天 快要接近過年的時候 有一個這個老病人 他通常都三個月回來 拿慢性的藥物 臨時突然在快要過年前的 前幾個禮拜 就回來跟我說要拿感冒藥 一個禮拜看完感冒 理論上就沒事 下禮拜又回來了 那我就覺得奇怪 這個老病人怎麼連續兩週回來 第二次回來 我說你感冒還沒好嗎 他說不是 他覺得感冒惡化了 一問之下他就覺得 他這個禮拜胸口 就開始覺得緊緊的悶悶的 而且人呼吸會喘 天的不對 我就先做一張心電圖 一做之後 他在所有的心電圖 顯示的是一個心臟缺血的表現 我一看又接近過年 我就立刻把他轉整 過年回來後 我就問他說 那時候怎麼樣 醫生是緊急做心導管 確實是心肌缺血 但是因為發現時間還算早的 所以後來是沒有什麼大礙 冬天我們剛剛都有提到 冬天比較容易會感冒 但是卻發現說 假設你有心臟風險疾病的人 在有感冒的狀況下的兩週後 發生心肌梗 再來機會是大幅度上升 我們知道當我們在感冒的時候 身體會出現一些發炎反應 有一個發炎物質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很嚴重感冒 或是很嚴重感染 醫生會抽叫CRP 它是一個在看急性的 發炎反應的一個數值 在感染的時候 我們這個指數會上升 但這個指數也是我們心臟血管的 一個相對性的指標 所以有一些可能猜測說 是因為我們的發炎狀態 讓心血管更容易出現心肌梗塞的毛病 所以兩件事情 冬天保暖很重要 因為你保暖做得好 心肌梗塞比較不容易早上門 如果你已經有心臟問題的人 記得感冒的預防 也就是免疫力的提升更重要 原因就是小心 如果感冒早上門 下一步可能就變成是心臟疾病 更嚴重致命的問題早上門了 那再請教一下蕭醫師 這個天氣冷 還有一些夜間頻尿的大人跟小孩 這個症狀也是很麻煩的 對啊 就是你有發現天氣變冷的時候 其實有些人覺得 有點冷的情況 這樣好像會比較容易去跑廁所 對不對 那其實上就是我舉例 一個我的一個病人好了 他就是大概一個45歲的一個媽媽 然後他就說 他好像最近 他覺得白天怎麼都睡不飽 什麼什麼之類 他覺得很疲倦的這樣 然後我就說 那你睡眠的狀況是怎麼樣 他就跟我講說 他覺得他睡蠻好 只是他晚上會一個晚上起來 大概上兩到三次廁所 他就跟我講說 他覺得這個應該沒關係吧 因為他就是 可能是睡前喝比較多水 我就跟他說這樣不行 因為其實事實上 如果假設在那個 國際的尿司禁協會上說 其實如果假設半夜 其實頂多容許起來一次廁所這樣 所以其實你有發現 有一些年輕人 他可能國高中生 他睡前瘋狂的灌水 他可能半夜也可以睡過夜 其實這是我們身體正常的生理 就是晚上其實身體會分泌一些荷爾蒙 就是那個抗力尿激素 會讓身體的那個產尿量會變少 所以就是可以確保大家可以睡過夜這樣 但事實上我們終於在看那個 就是半夜頻尿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晚上是一整天 溫度最低的時候 你只要身體覺得 其實針對身體比較冷的人的體質 這時候膀胱溫度降溫的時候 原本膀胱是一個很有彈性的皮球 正常膀胱的漲尿可以漲到大概五百到六百左右 大部分都可以人都有憋尿過的經驗 可以憋比較多 但其實正常平均起來 希望大家大概隔三四個小時 就可以上大概三百五十七左右 但是晚上的時候 其實如果假設你的膀胱彈性是很好 他可以漲尿 其實這基本上就可以睡過夜了 但是如果假設 如果假設膀胱的溫度比較低 我們中間稱為腎陽不足的情況下 膀胱會變成一個比較硬的皮球 這稍微憋尿 憋不多久的話 這時候就會想上廁所了 所以通常我們覺得這樣的情況 我當下我就覺得說 其實他的白天精神不好 其實是他的晚上皮尿所導致的 那接著像我們李師傅 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黑糖薑汁燒肉 對 我們在冬天 像中醫師都會說 我們來一點薑汁黑糖 然後當個飲料喝 像我們吃螃蟹 都會來個薑茶 就是會讓你暖一下你的肚子 讓你不會那麼的寒冷 那我們在鍋中 我們可以先加入一點點的油 然後我會帶一點點的麻油 我們黑麻油帶進來 所以少量的烹調油跟一部分的麻油 要來爆我們的薑片 對 我們把薑片先放下來 好 所以今天其實會有這個鹹的風味 但是實際上有兩個靈魂 一個這個黑糖薑汁 對 然後另外一個靈魂 就是我們的薑汁 那我們這樣小小火 讓它稍微爆一下 那我今天選用的部位 是這個腰內肉 腰內肉就是我們的小禮肌 它比較嫩 然後它脂肪含量也比較少 它非常適合來做料理 我裡面有加了一些醬油 一些調味料 胡椒粉 然後稍微抓醃一下 然後也可以先加入一點薑汁 因為它比較容易入味 對 我們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腰內肉放進來 所以這個肉腰的薑汁 醬油 胡椒粉 然後稍微腰多久 腰個10分鐘就夠了 好 好 我們把它剝開來 那這個部位是腰內肉 腰內肉其實油脂並沒有那麼的多 對 而且你去肉飯那邊 它都幫你把它修得很乾淨 對 如果你買回來 你可以留一點 因為它一條滿大條的 你可以一半煮湯 煮一點薑絲湯 加一點薑汁 下去煮湯也非常適合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把這個紅喜菇下來 然後跟著這個油一起去煸炒它 好 現在整個麻油超香的 對 你看我們的油脂 被我們這腰內肉完全的吸附掉了 鍋中就沒有殘留多餘的油脂 然後我們今天還準備一個食材 是番茄 而且是去皮的 對 我用水稍微把它汆燙過後 然後把它冰鎮 把皮剝掉 接下來我們把我們的洋蔥帶進來 洋蔥可以釋放它的一個甜味 對 把冬天的蔥也帶進來 讓它有點 對 都是一些有一點辛辣的 可是它煮過後 其實它釋放的是甜味 非常適合 而且你看到鍋中 它會釋放一些湯汁 其實就是我們這些蔬菜 本身的一些鮮甜味都在裡面了 好 我們吃一個要拌炒 這時候我的黑糖我要先進來了 黑糖先讓它觸一下鍋底 讓這個黑糖的香味釋放出來 要下到這個數量 對 其實黑糖它的甜味 沒有那麼地高 對 像我們的薑茶一樣 因為薑汁有辣度 對 然後這時候 我們再把我們的薑汁倒進來 所以先炒的是黑糖 對 先炒的是黑糖 可是你那個薑汁 其實也是滿大量的 對 它煮過後 兩個搭配起來 其實你不會聞到 那個薑的這個辛辣感 然後這時候 我們才要下醬油調味 好 鹹度是醬油 鹹度來自於醬油 那甜度有一點黑糖 對 然後辣度有一點薑汁 但是煮過的薑汁 辣度會調整是不是 會 會揮發 對 所以它會變得比較溫和 好 然後這時候 我們才把我們的番茄 去皮的番茄帶進來 那番茄有微酸 也會平衡它的燥膩 對 然後它又帶一點點甜 冬天的小番茄非常的好吃 它是水果等級的 這時候我們再加一點點 胡椒粉來提味 然後我們帶一點點的鹽巴 少許就好了 因為剛剛畢竟有一點醬油 對 所以鹹度也要調味 鹹度就不要太多 否則它的味道會太重 那我們稍微讓它微煮一下 讓醬汁稍微 把它吸收一下 最後我們再帶一點點米酒 來提味 最後再下米酒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其實我們剛剛 它半炒的過程當中 它一直有把火候控制非常好 不會把那種黑糖炒得有點苦 或者麻油炒到苦 然後肉炒得非常軟嫩 我覺得這道菜是很棒 但是大家可以複製看看 但是要炒得那種火候不容易 不過我們要講話 後來就是通天 通夜吃補來講 或天氣冷 有些一些特別毛病 我們常講 冬天天氣冷 有些毛病容易發生 各位知道天氣冷循環不好 手腳四肢會冰冷 四肢冰冷 我們血液循環會緊會縮 所以循環不好 但是如果在我們重要器官的循環 不好的時候會出問題 有一個男生這樣子 天氣冷打籃球 打了一半的時候 他覺得好像頭暈了一下子 那繼續打 然後打完之後回到家就覺得 你瞧我都講 好像什麼塞住了 他請他老婆看一下 是不是有兒子卡住了 就看半天沒有 就趕快隔天到醫院來看 哇 我們測這個聽力 其實一般來聽力 我們用分貝數來算的話 25分貝以下都是算正常 那一般所謂的10分貝 15分貝OK 就他的左邊聽力 大概20分貝是OK的 右邊80分貝 什麼80分貝呢 就是你要放很大聲 蹦一下 他才聽到聲音 結果這叫做突發性耳熔 突發性耳熔代表說什麼 他這個支配到內耳的血管 塞住了 那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 我們講天氣冷 病毒感染到就是神經 這樣發炎 第二個就是我們講說血管阻塞 血管阻塞 有時候我們會用這個耳中風 來大家跟他好像解釋 比較聽得懂 第三有些是煤氣團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男生 他是運動了 但是他有抽菸的習慣 他有這個檔污層過高 其實後來呢 趕快經過一些緊急的處理 他的聽力回復到50%以上 沒有完全好 那這個東西叫做突發性耳熔 那突發性耳熔來講 一邊來講聽力不好的話 如果你在 我們講有的是說七天 但是其實我們認為三天之內 你不要拖到超過三天以上 三天以上 你才處理這耳朵的問題 他聽力是沒辦法回復的 我們碰過有些案例說 他很多天才去處理 去找醫生治療 因為他說忙 後來當醫生治不了 他聽力回不來的時候 你知道很痛苦 當你兩邊聽力是可以對稱的時候 你只從一邊 那是不平衡的 你聽到聲音 對 我們要你 假設一個這樣 我們一個救護車 從右邊過來 你會知道方向從門過來的 可是當一邊聽力 聽不見的時候 你聽到 你就不知道是哪邊方向的 這是風險很高的 當你只有一隻耳朵 可以聽到的時候 因為你沒辦法 失去這個方向辨識度 有時候容易發生車禍 我們通過另外阿伯 就是因為他只有一邊聽力 還聽不太好 一邊靠微微的聽 走在路上 後面猛按喇叭 不知道 他為了走一個車子 就走過去 哇 那摩托車衝過來 撞到他了 就快把骨頭鑽斷了 所以我特別提醒 我們一般的聽力來講 兩邊要對稱 所以當一邊聽力 稍微覺得耳鳴不舒服 趕快請醫生治療一下 看看是不是突發性耳隆 那問一下新門醫生 今年11月份的時候 流感就提早到了 那事實上還發生過 這個兩個案例 發病兩天就死亡 所以今年要特別注意 對 其實我們都知道 到了冬天 其實衛生局 大家會一直在呼籲 電視節目也常常會在講說 要注意流感的風險 但是其實真正流感 在過去幾年 它發生的時間 是在12月到大約3月左右 可是可能因為天氣暖化 或天氣提早變冷 這個天氣的變化 太大的關係 今年度其實在10月到11月份 這個季節裡頭 我們就被報導出來 有5萬例 類流感的病例 這跟我們過去是 非常反差非常大 在這5萬例裡頭 有2例已經是死亡案例 有一個是8歲多的小妹妹 那她當時其實只發病了 一天發燒 隔天去住家戶病房 最後兩天後人 很不幸就離開 然後診斷是所謂的這個 因為流感產生的 病發症腦炎過世的 另一位是這個60幾歲的 一個糖尿病的婦女 她當時也是其實發燒到 這個流感確診到 人不幸離開 也只花了兩天的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今年度有幾個問題 第一件事情 流感的這個季節的預測 越來越不準確 這個會關乎到 我們打疫苗的時間 其實我們要知道 我們疫苗像今年度 是10月15號施打 我們通常會預估 這支疫苗打下去 在我們身體的免疫反應 通常是需要1到2個月 才會起作用 所以你回推 它理論上是12月才該發病 可是今年度已經提早了一個月 也就是說 我們打疫苗的時間 恐怕趕不及我們這個疫苗 這個流感發作的 這個高峰期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 其實這個就會造成 我們不管是你在疾病預測上 你在衛教病人的預防上 可能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那該怎麼處理它 其實我們沒辦法預測天氣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 這個流感什麼事 會出來找你 最好的方法就是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然後隨時做好 這個勤洗手戴口罩 尤其在公眾環境上 盡量不要接觸性的傳染的風險 其實這個反而是 我建議在冬天季節裡 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的 那再請教一下蕭醫師 天氣變了 還有很多人食慾胃口大開 像剛剛侯醫師就抱怨 體重會增加 所以很多人會求助中醫 對啊 因為就是我的門診 有一些是看那個 就體重的 然後我舉一個我的例子 患者好了 他就是他說他 就是一旦就是 經過10月過後 就是連續兩個月 他來看的時候他說 他這兩個月怎麼體重上升了 三公斤多這樣 然後他說他飲食習慣也沒有改變 跟以前一模一樣 不知道為什麼就體重上升了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他平常吃的東西是什麼這樣 然後就問他早餐 他說他早餐都喝那個優酪乳 平常就會喝鮮奶 鮮奶就是從冰箱直接拿出來的冰鮮奶 然後後來他就說 他覺得對啊 天氣一冷的時候 他就很想喝很熱很熱的糖這樣 那就是我們在看體重的時候 我們中間在看那個身形的部分 主要我們中間有一句話叫 瘦人多火 比較瘦人身體其實是維持一個很溫暖的狀況 那他有一些很明顯的狀況是 我們就把他賣的時候覺得 他身體的那個溫度其實比較低 四肢冰冷之外 賣拔起來陽氣也是屬於不足的狀況 那身體夾雜了很多 我們中間說濕氣 我們中間說濕氣就像是身體很冷的水柱一樣 會把身體拖垮甚至有一些人他可能 可能早上起來的時候會打生肌飲食 所以就建議如果假設有這樣狀況的人 早上可能就不太適合吃這麼生冷的東西 那通常好了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中間通常都是用一些比較溫熱性的藥 他屬於比較就是冷性體質的狀況 那通常我就請他飲食上就有改變 就是可能天氣變冷的情況下就盡量要保持身體的溫暖 睡前也可以泡個腳 入口就是溫熱性的狀況 那可能就可以有所幫助這樣 那問一下侯醫師 天氣一冷還有很多人肩膀會痠痛或者肩頸 尤其有各式各樣低頭毛病的可能就會出狀況 其實要注意一下就是說復健科有一些炸彈 像我一個病人大概五十歲大哥 他打羽球 右撇子 好 這樣子打 對 打一打左邊肩膀痛 為什麼左手 為什麼痛左邊 痛左邊很奇怪 他就來我診間 我幫他檢查 全部正常 全部都正常 那我就問他有沒有奇怪 他說我除了這邊酸酸的 牙齒酸酸的 後背酸酸的 有一點高血壓 那其實你如果讀過醫學院 這個是我們老師跟我們講的 心臟轉移痛 到左肩 牙齒還有後背 那以我復健科專業 我當然知道關節是完全正常 所以我就請他去量血壓 血壓就太高了 兩百 兩百 兩百到一百二左右 其實就是心肌缺血 那其實復健科 整年有一些就是這些炸彈 那這個是馬上退過要去急診 那第二個 其實冬天比較容易落枕 肩頸會容易痠痛 像有大概40歲的小姐 到診間來看一下 好像落枕 脖子痛痛的 他說他吃了止痛藥 那吃了大概一個禮拜 完全沒有改善 那我就幫他做一些檢查 那其實有些很像落枕的 其實沒有那麼單純 這個是照了S光對不對 他照了S光 就是照起來脖子超歪的 那這看起來 其實在我們眼中看起來 就已經不是單純落枕 對 那其實有些骨骼退化的問題 那其實他後來有一些 酸麻症狀 就延伸的痛 真的喔 麻到手指頭 那其實在我們復健科來講 這就是這個 這叫放射痛 放射痛是有壓迫神經 他就去做一些遲合共振檢查 那掃出來就是長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些比較窄的地方 像這一個 這個黑色很凸 已經很接近中間了 如果接近中間就是更嚴重的問題 他就會有長期的 這個手沒有力的問題 他現在是麻痕痛 而且他是多結 他這一結 這一結 這一結 所以他有三結的嘴巴吐出 對 所以是一種頸部的退化 所以導致他的這個 手的放射痛 那其實這一種 經過治療也不用開刀 就是做一些頸椎牽引 訓練啊 放鬆一下頸椎肌肉 都可以改善 等等頸椎牽引 就是俗稱的拉脖子 對 這個一定要做牽引 如果沒有不適合的話 就是請他長期大概 三個月到六個月做牽引 大部分都會改善很多 都不需要進到手術這樣子 這個其實跟現代人長期低頭 比方說滑三溪 比方我們從小讀書 都是低頭族有相關的 所以其實很多人的頸椎 現在是提早出現傷害 或者老化的嗎 對 就是許多人 其實已經有頸椎退化了 但是他就說他落枕 他們就說 我大概一個月落枕一次 一次都三到七天 這就不是落枕了 這是頸椎退化 那如果是落枕呢 如果是落枕 應該落幾天 落枕你一年 大概以我覺得 大概頂多三次 一次一兩天 而且吃藥反應很好 對 那像這個案例是說 他吃藥反應不佳 那這就不是落枕了 就是有一些頸椎退化 把追音盤突出問題 那其實很多腰痛 他說我拉傷 那其實很多也不是拉傷 因為他都有一些追音盤退化的問題 那個都是比較長期 他長期姿勢不良 搬東西 頸椎的話就是低頭滑手機 都其實他們會覺得 脖子通常就落枕 其實有時候沒有那麼單純 有時候就是有退化的現象 對 所以復健科 將來一定是成長很快速的科別 然後侯醫師要分享 現在很多上班族低頭的族 或者你剛剛講姿勢不良 那頸椎其實自己 可以在家做簡單的伸展操 那稍微讓他鬆緩一下 其實我們大概就分 就是頸椎伸展操 大概分三個步驟 那第一個步驟 就是說我們先稍微熱身這樣 好 往前轉五下 比較多一點就轉四下 然後往後轉五下 那就是轉肩吧 對 這是熱身 這是第一步驟 第二步驟就有點特別了 你要用力把肩慫起來 然後脖子縮起來 要縮脖子 對 要縮脖子 大概10秒鐘左右 10秒鐘要有點用力 然後放下來 你就會這兩邊的體肩胛肌 就會放鬆 會有 會啊 其實這是很難的物理治療技術 真的 它叫PNF的技術 其實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它其實有高深的技術 那第三個方法 我們就是伸展這個 頸椎前後左右的肌肉 那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手頂住頭 一樣 我們用七分力左右 去頂你的手 這時候頭不要過度伸出去 稍微要縮一點下巴 七分力 像好像大家都頭痛的感覺 變功 然後就把它放鬆 所以這個會放鬆 我們前側的這兩條 這個肌肉 這是放鬆我們前側這兩條 那你如果偏一點 你其實就會放鬆 這邊更多一點 所以我可以對稱的做 對 你如果是這兩條繞枕 或是這兩條緊繃 譬如說我如果是這一條緊繃 我就頂住這一邊 大概七分力左右 大概也是十秒 然後放鬆 如果要多一點 就是兩邊都做 有耶 有比較鬆耶 對 那還有側邊 側邊也是十秒 側邊是怎樣 一樣這樣子壓著 對 側邊七分力左右 這邊放完之後還沒有結束 要拉住對面的頭 伸展 你會伸展到這邊的頸椎 兩邊都會伸展到 這真的像小時候小操 那個早操有沒有 不過小學生要伸伸脖子 但是你要有前面這個步驟 再伸展效果才比較好 就是一樣 十秒鐘用力頂住 然後數到十 然後再把它放鬆 再伸展 你要做更好 你就把手再往 順勢往外轉 這是可以放鬆 這塊肌肉更拉更鬆 對 你就會覺得 你好像拉到更多 對 其實兩邊都一樣 那第三 最後一個就是 你頭頂住後面 一樣十秒鐘 好 數到十 然後放鬆 然後伸展 緊後肌 所以重複這幾個步驟 多做幾次 就可以訓練跟放鬆 頂椎肌肉 真的 謝謝侯醫師的分享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師傅跟作法 也都會偷在年代嗎 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意時間準時再見 Bye Bye